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去看最爱 然后最爱之前又是五天没出门 然后今天也是就一二三四 然后把要做的事情集中在一天把它办好 你不出门都干什么呢 就在家带着我特别怕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可能比如说早晨八点起床 跟我妈一起起了 然后做早餐吃早餐 然后你准备一辈子都跟你妈妈睡一张床 对我一直也碰到 就我也老问我自己这种生活 可能就像我们昨天说过的 就我还是希望在我能够做到的这个时间里面 尽量把它做到 让我自己别有什么遗憾 因为就像我有一天那个微博里面也说了 就是你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不是说我那么那么闲 就除了工作以外 我可以去旅行 然后我可以去看书 然后我可以去恋爱 然后可以和爱人一起去旅行 但我总觉得这些生活是我以后还是有机会去做的 但我不知道我能够陪我妈陪多久 这个是 但是也许你你妈他妈妈是常年身体不大好 如果那你妈妈的生命还会有很久 那么你难道说将来要就是结了婚的话 你也跟他睡一张床 结了婚之后可以有一个老公事 今天晚上陪老公睡 明天就陪妈妈睡 我想可能是 这是一个只能有这样的方式 真是啊 所以他说的这个宅挺有意思 其实我觉得宅本身也就造成了你的形象 你看 是吗 他形象很宅吗 他形象其实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有点冷 我上次在网上看见一个对他的评价 有点不太礼貌 但是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 说高媛媛是真正的处女 但是什么意思 他其实就说处女这个词的原意是什么 就是说这女的她老待着 老在一个地方 所谓代字家中 代字家中老在生活 不是很开 就是不是把自己能够打开的一个状态 和心态 对对对 所以这么讲的话 其实现在社会里 尤其是大城市里 或者说什么白领阶层 很多人的生活状态都是宅 我们现在说谁宅并不是一个特别的 咱们都挺宅的 对啊 是吗 对啊 问到你为什么宅 我不知道 我其实一直都这样 我当然也喜欢出去到处逛街 或者怎么样 但我年纪越大 其实我小时候就已经花很多时间是一个人 我很喜欢一个人待着 我小时候我家人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就有时候我就 自己沿在房间里 不是 是在路边 在外头 但是也不是跟小朋友玩 我是在路边看这个蚂蚁 搬家 或者看一棵草 然后就待在那能够看上五六小时 然后太阳下山了 那你蛮会有点发愁 这小孩 到底在干嘛 但是我又爱说话 而且我是自言自语 你知道吗 就是我是对着那些植物啊 河流啊 然后那真的是只在穿上约那种 你知道吗 就看着小河 哎 就 就不晓得自己在 我自己都忘了 我小时候那是在讲什么 这个中国有句话呀 叫做这个 独以天地精神相往来啊 就是自己一个人 面对这个一切 我很喜欢 其实是叫什么呢 叫别有洞天 很多人觉得这个宅啊 说这人自闭啊 或者有毛病啊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自个儿待着的时候啊 比跟你们待着可快乐太多了 我也是 而且我觉得宅也有健康的宅 和不太健康的宅两种 怎么讲 我觉得有一种宅 就是我有一些朋友 也是那种不太出门的 但是是做些时间很很紊乱 就是很晚才睡 然后越睡越晚 越睡越晚 然后一个恶性循环 然后吃东西也不太讲究 从外面打一个外那个打一个电话 送来一些不太健康的一些食品来吃 你说我 这不就我们吗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再说说看 饿宅 饿宅我们是 哎呀 我就不想 反正这两点 没关系 说你这善宅 善宅比如说我 生活还是挺规律的 然后还有就很注意吃的东西 可能在家反正就是 那个每天就是研究吃什么东西 可能会对身体健康更好一些 对老人 怎么对老人好一些 怎么对我自己好一些 就每天 你都在家里自己做饭是吧 前去年 看着那个本草纲目 这东西能吃吗 我以前是就是 我觉得很奇怪 我对那个东西很感兴趣 就比如说 他就是一个 比如说就是一个杏仁 他到底是寒性还是温性 还是他吃了以后 人会产生什么作用 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那个时候因为煲汤 煲汤里面不是要用的很多材质吗 什么沙身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对对对 当时就是我就会翻这个 然后来煲汤 这还好 还有什么叫吃本草 干草 虫草 但是他说这个 我真是觉得就是 为什么说别有洞天呢 你看我就曾经被人忽悠过 我就发现 比如这么忽悠 说你要胸怀天下 后来我慢慢琢磨出来了 就是啊 什么叫天下 问题在于 每个人的天下他不一样 秦始皇的天下是统一六国 对吧 你看你像文道刚才说 你的天下 要我想起有 有个人写一本书 什么昆虫记 是不是法布尔 对 昆布尔还是法布尔 你看 他的天下就是这堆小昆虫 他就是天下 对吧 我小时候 你的天下就是本草钢木 是吧 其实这样世界才有意思 对吧 凭什么某些人的天下 我们都得认同你的天下 你就像我自己觉得宅在家里 真的是有点这个有意思 就是说 你有很多很多的书 你看 你可以每天看 想怎么看怎么看 今天看一页扔这儿 然后抓起另一本 又看又扔在这儿 那么多的音乐 或者说是看蝶 你想想怎么看 是就怎么看 不过有那不是 但问题是我们说到这儿 就想到有一些行业 它会产生一些很本质的矛盾 比如说做演员 做电影的人 做电视的人 理论上我们是应该认识 很多不一样的人 了解这个社会 这个城市 这个国家 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 各种各样的人 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但偏偏我们的工作 有时候会使得我们 越来越怕走出去 对对对 就是可能 比如说做媒体人 其实你要的是资讯 这个资讯 大家可以说 它是一个虚的东西 它就是在空中飘 在电脑上显示 在书本里面就能拿得到 我觉得有一些工种 是你就必须要跟人打交道的 这个是我前一段 才体会到 首先是因为我宅 就宅出事了 就是我也是在医院的时候 我把那个车停在医院的院墙外面 是有人看车的 我大概四五天没下楼 然后下了楼之后 我说这个车怎么 后车窗是没有关上的 以我的性格来说不太意外 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干这种事 他说一地的碎玻璃 在一看车里乱结巴糟 车被人砸了 对然后赶快去报警 报了警之后 我在派出所待了半天 这是我第一次在派出所待那么久 我发现那是一个 特别有趣的一个地方 是我从演员的角度上来说 就是我就坐在那 我发现这是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 观察生活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平时接触不到 有一个阿姨 她就专门负责第一道 第一关的接待 就你来告诉我 你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办 阿姨大概 不是阿姨 一个警察阿姨 她不是一般的阿姨 是一个女警察 然后记下来 她是属于什么案情的 这个东西 分类 对把它分类 然后放下去 我觉得阿姨 就是你知道一般很少 除了很亲近的人 你不会对别人的事 那么关心 但是这个女警 她的工作 就是要很关心你的事 她就是要问 那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让人骗了 一会儿进来 一会儿我让人骗了 一会儿说我让人打了 一会儿怎么着 然后这个阿姨 要很关心 你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要记在下面 她的工作 就一定要是 人和人打交道的 包括后来我去 建那个刑警 因为车里东西 丢的比较多已经算刑事 反正就是要到一个小屋子里面 刑警来跟我记 记那个 她的工作 我在想也是天天要和人打交道 然后记你这个价值多少钱 你几点 什么时候 怎么怎么样了 就他们的工作 一定是要和人打交道的 他们也是记者 就是采访对象 都是上门来采访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从演员的角度 我会觉得真的人生百态 你在派出所里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 然后如果说我不这么去观察生活 我演不了那样的女警察 你还别说 我觉得你这个样子 穿上女警服演艺女警察 是真是很像 我觉得我可能没人家那热乎劲 人家真的是那种 特别关心你这个出什么事了 你这你干嘛往车里放那么多东西 哟你妈生病了 怎么回事啊 就他他特别关心你 对啊 这个本亚明班杰明 就他不是讲一句话很好玩 他说侦探是什么 侦探或警察 就是一个城市的最原始的 最全面的记录者 有一次我以前上课教书的时候 我做一个实验 就是我找一些不同的人 来我的课堂上 跟我的学生讲一下 他们心目中的这个城市是怎么样 我要他们马上在这个黑板上画出来 有一次我找了一些警察来 叫警察告诉我的学生 就这一块去 比如说像香港的旺角 在他心目中是个什么样子 太有意思 他画出来那个旺角 然后他解释这个地方有什么 那个地方有什么 跟我们常人想的完全不一样 他会注意到 比如说这条街 这个地方我特别注意 我说为什么这常常很多人黑社会把那个管水管打架 用那些管子刀就会放在这 然后那个地方的就是小贩的就就怎么样躲在那边 然后这个地方有可能可以吸毒 那个地方怎么样 这他眼中的这座城市 这个地方 是个犯罪之都 对或者他看到很多暗角 或者是怎么样 那个是我们 我们看不到的 可能我的心 我看到旺角这边是卖鞋的 那边是一边是卖什么的 没错 你就像狗仔队 他也是一个世界 他们家在哪呢 他在车里干什么呢 枪枪三人情广告之后见 文道你可以诊断一下 他说他有一个病 我发现我们俩还真是病友 他说叫选择恐惧症 对 就具体病状给我们描述一下 比如说就是像我前一段就是参加一个活动 要就我就不知道该穿什么 然后准备了两个方案 然后放在那就我不停的要去问 你们跟我说到底现场是什么情况 我到底适不适合穿这个 他们穿什么了 我就一直不知道穿什么 就等我弄好了之后到现场 我发现我还是穿错衣服了 就包括今天也是做节目 我就觉得 其实以我自己来说 我最懒就是带一身 干脆就你们不要让我选了 就一身 我不用再去做这道题了 但是就大家都比较认真负责 所以一定要多准备几身 然后来做选择 所以我最近用的方法就是问我经纪人 因为在穿衣服上面 我经常会穿两套拍了照片给他 我说你穿哪 你说穿哪一个 买东西也是 就经常就是拍了一张照片 我已经不做选择了 直接让他来帮我做选择 那这样的人会不会很被动呢 就宁愿希望老天爷给我一个选择 这样我就可以不用选了 对 所以就像我之前那个电影 单身男女 就是两个两个同样很吸引你很优秀的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选哪个 我觉得我最好永远都不要碰到这种状况 就两个那么优秀的人 我不想有一个就行了 他有什么缺点 行我忍了 但你别让我选 我就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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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病 前几前些日子一个老师还给我讲啊 说用下棋的语言讲啊 这个长考之后啊 往往是一部臭棋 没错 就是你 下棋就这样 对啊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觉得啊 我们这种毛病啊 我不知道你啊 我后来我就觉得 他有一个动机 就是往好来说呢 是完美主义 就希望最完美 你为什么这么这么这样的较劲呢 这么样的资助必较呢 对吧 但要往坏里说呢 就有点贪 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也不想放弃 哪个好处都要考虑到 哪个坏处都希望能避免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吗 而且就是 还有一点我觉得啊 是怕负责任 因为你要选啊 你就不能后悔了 是吧 肠子都回去了 我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来 没错 我觉得这是一种病 就生命里太多的时间呢 花费在了这个地方 我跟你一样 我有有时候出门呢 就戴哪个眼镜啊 我能折腾一个小时啊 我的朋友就给我的外号 就是墨迹 有名的大墨迹 我觉得这个 你们刚刚讲的这些选择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都会面对 对不对 比如说出门选什么衣服 嗯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面对的选择 要做的选择 数量来讲是差不多的 问题并不在于你们太怕选择 而在于你们太意识到这是个选择 嗯 对大部分人来讲 我出门穿衣服 戴比如说戴眼镜 我就戴好几副眼镜 拿眼镜这一刹那 我不会想到我在做选择 我只是哼不了 今天就拿这个吧 嗯 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选择了 对不对 但我没有想到 哎我得选择一下 哪个眼镜怎么样 嗯 不会有这个过程 但你们就多了这个过程 嗯 为什么会有这个意识呢 是因为你们太意识到 恰恰不是怕负责任 而是因为太意识到自己要做主 因为太觉得自己要做选择 那于是那个责任就太大了 就表示你们把自己看得太那个了 哈哈哈 哎哎就是就把自己的责任看得太重 嗯 觉得什么事情啊 都是与我的选择有关 你不要他说这个 让我想起什么呢 这个米兰昆德拉有一个小说 这个翻译的名字啊 就能来解释这个问题 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我看过一个作家的解读啊 就说这个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指的就是选择 但是为什么说是之轻呢 就是说啊 从科学的角度上看 选择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啊 你是选择假 还是选择乙 要想知道选择的对错 除非是你在物理实验室里啊 能再回到当初的出发点 再走一次 于是你方可以比较啊 我选假对了 还是选乙对了 可是人生没有这个机会 你发现没有 于是呢 实际上啊 你是永远不知道 当时如果你选了另一个 是会更好 还是更坏 所以他就说这个 博弈 对在根本的意义上讲 这玩意没意义 他轻的简直 就像个羽毛一样轻 可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像个末盘一样重呢 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就其实它是很无意义的 很荒谬的 但是你为什么要把它看得这么重 所以问题不在于你们为什么 呃这么怕选择 而在于你们应该想想看 为什么人家都不怕 人家不怕的理由在哪里 比如说像我比较不怕做选择 我们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选择通常是根据我们已有的偏好来决定 与其说是理性的 倒不是说它是你的偏好决定的 但是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你们是赌徒 我们是精算师 但其实到最后就跟所有的赌博一样 其实大家在那个几率面前是一样的 回到最后可能是赌博 但是比如说就是我从以前选的角度 我就是需要脑子里面出现很多种可能性的 自己的那个想象 就好像我的所有的生活经验变成滚雪球 越滚越大都都在我脑子里堆好了 所以你平静不了那么多了 对 但可能我没那么多生活经历 其实现在还能往里放 所以其实是看 实际是看得重 而且呢可能还有点自卑 我就觉得你看这种选择恐惧症啊 网上专门有个小组呢 就是这种选择恐惧症 很多人受这个苦 就是你看最后变成什么呢 我不会主动要求任何一个工作 就是我所有的工作都是被动的 甚至呢我的第一个反应都是畏缩 推却推却 因为呢你你 其实你是有点自卑 你怕自己接不住 对 但是呢我跟你讲反过来讲 他有好处这种人 因为他自卑 因为他怕接不住吧 他一旦接了之后啊 他会特别的认真 所以高圆圆才是今天的高圆圆 哈哈 我希望在远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结论好 但是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啊 反正我自己是这样 你说要是这样的一种性格的人 他要是选男朋友 或者是选该不该结婚 他不得自杀去啊 我觉得分人 就拿我来说 我通常在一些特别大的事上 我又特别鲁莽 就是说难听点是鲁莽 冲动 就比如说真的拍戏 可能就瞬间决定了 拍或不拍 就首先比如说这戏找到我 我第一反应就像您刚才说的 我会退缩 我会觉得为什么要找我 我不行 然后如果对方告诉我 我没有被选就是你 我会更紧张 就你不能没被选 我不行怎么办 但真的就是这个事 我一旦投入进去了之后 第一我觉得就我行了 这事我也不问导演 你干嘛要选我 就我行 这个有无限的这个信心 突然就爆棚起来 但也会特别的努力 但是比如说我要决定 去做一个事 比如说拍戏这种大事 可能真的就是 一个细节就决定了 我去跟他合作 一个细节就决定了 我不拍这个戏 包括可能就是你爱上一个人 也是就 都是你先爱上了 才去了解他的 所以这个挺危险的 你爱还是个性情中人的 就是爱上了就爱上了 对就喜欢上了 感觉对了 之后才去了解 好像没有说认识了好久 就对对方已经非常熟悉了 你发现他的优点了 你喜欢上他了 好像都是就是一下那个感觉 对了就是这个人了 然后才去了解 很危险 那了解之后会反复琢磨吗 反复琢磨 对 一切都来不及了 成功就成功 不成功 对 就是一个不成功案例 你知道这种性格 就是你像那天我看那个卡夫卡 也是著名作家 那么他曾经啊 我就看他决定跟一个女孩结不结婚了 这就是病啊 你知道吗 几年的时间 他不停地给这个女的写信 你知道那个就是我应该跟你结婚 他恨不能把全世界的问题都写进去 甚至他到最后啊两行 他双子座吧 有可能 他这甚至就是说 把所有应该结婚的理由 列出了一个表 不应该结婚的理由 列出一个表 你说他可以这样像做科学实验一样 所以他后来疯了 也没疯 但是结不了婚 最终这样婚就结不了了 对 他生活很不快乐了 对很不快乐 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选择之苦啊 他只能把这些写成小说啊 是 因为太怕自己犯错误 太没自信心的就是 对不对 太不相信自己的偏好 反而我觉得你说感情上那很正常 就是感情上其实大部分人都很难理性选择 因为你就不能列表吧 比如说该不该喜欢这个人 然后想想看他的优点是什么 缺点是什么 要计算一下 我列我 你干过这么无聊的事 然后终于发现他优点有十个 缺点有七个 那还行 不能这样吧 但其实可能这样也许是成功率比较高的一种方式吧 你看快去说了 因为以前就是有一个朋友在我特别小的时候就问过我 说你喜欢一个人 或者说你想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我就说了半天就是感觉 然后过两三天还问我 我还说感觉 就永远是感觉这两个字 就其他就说不清 后来直到直到前两年他跟我说 他说你应该看的是品质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是最实在的两个字 是在生活生活在一起里面最有益处的 最为就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最有益的这两个字 时效最长的 对然后那这两个字也是你最能够列出表来的两个字 那这就应该都去相亲嘛 你想想看相亲 不是那你说都跟爱上雷锋了 就好比说你很有品质 但是感情 但这个品质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得了的品质 对就是你的爱情观 你的那个价值取向的 比如说你品质其实可能达到七成 你就已经够了 但另外一方面你也在乎 它没有那么低 其实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平衡 但你不能说品质特别低 其他方面特别高也不行 你品质达到一百分其他方面没有 也没办法 比方说 高块钱 雷锋要是是个女的 你快爱上她吗 品质多好人家 雷锋啊 先骑两母啊 做牛做马